手游酷玩 在本次散退之前 提前结束这个游戏 然后呢会遇到这个 无法登陆或者强势下线 更新内容呢 是3月5号的4点 这个标准寻访更新资源的一个预载 然后还有就是 同一时期的一个采购中心 高级评证区的一个资源预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 上一期视频说到的 这个联合公益活动万类共生 然后还有的就是一些 干员的一个修复问题 牵扯到干员呢 是克额伯的标签错误问题 标签控制呢 更改为了控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无间异化这个 现实剧情文本的一个修复错误 闪退的一个补偿奖励呢 是200合成域 补偿范围是3月2号16点 就是4点 更新前所注册并创建角色的所有玩家 包括游客账号 本次维护呢 不排除这个延迟开启的一个可能 若延迟开启呢 请关注官网发布的一个具体实践 其实这么来看吧 其实我个人觉得吧 明日方舟有一个 别的游戏没有的好处 就是他每次这个官网的一个活动 或者是出现任何的这个BOG 修复的都非常的快 有的时候呢 甚至你可能都感觉到 你是不是魅出bug 然后你在这瞎着 就这种感觉 反正我有好几次都感觉 就是我没有感觉到这个BOG 然后等我再一次关注的时候 人间已经修完了 这个比较神奇 然后导致呢 其实每次这个 都会领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补偿 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一点 这个非常重要 在之前呢 我也是为了很多这个 在我身边玩这个游戏的这个朋友 这个游戏啊 这个之前我也是陷入了这个误区 然后现在也是 给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这个陷入误区的一个地方 首先这个游戏 不是你抽的东西越好 它就越好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 没有意思 其实你抽得到一个六星的干源 或者是五星 好像满级是五星吧 你抽到这种干源 并不代表着它好 原因是因为 你抽到那种干源的一个前提是 你需要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 上场 就是部署的这个时间去安排的 但是呢 其实按照正常来说呢 我们是没有这么长的一个部署时间的 所以说很多人在前期 都会选择一些干净利索 然后不拖拉的一些角色去使用 然后也是这样推荐给大家 如果说大家感觉 目前自己所使用的这个角色 比较拖拉的话呢 那我建议大家还是 那些前期费用比较低 然后部署时间比较快的 这么几个角色 因为前期的很多关卡 包括现在我所玩这个小灭大战啊 因为它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算是一个 有这个低级费用的这么一个图吧 就是 很可能说你上场之后啊 你这个没有费用了 因为它这个费用是有这个要求的嘛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我都是费用不够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大家自己去 调整一下自己排组的一个顺序 如果说你自己的排组 太过于贵的话 那么希望大家去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首先第一点啊 这个调整排组的一个顺序呢 首先你得确定 你各个位置的一个成员都有 其中重庄和医疗 还有聚集在目前 我这个第二张的一个副本当中 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呢 就是你得确保 你自身在玩的时候 会感觉到比较舒服 因为很多人在调整排组之后呢 感觉自己的部署时间乱了 然后你需要自己 花费一定的这个时间吧 去重新排这个顺序 这个呢 就是完全靠大家了 也是希望大家 在今后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游戏体验 然后如果说大家想玩小号的时候呢 也是趁着这个32号去创建 然后还能领一本这个福利 但是这个福利比较小啊 所以说 我个人觉得蹭不蹭 都没什么太大关系 然后也是看大家自身的一个选择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大家在游戏呢 依然是剿命大作战 然后这个剿命大作战呢 是一个 过一把就行了 所以我也是直接放弃了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们收获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们收获的下期视频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